牛丸的人的英姿 到了牛丸指示她的英姿了 准备 哇 牛丸的英姿 超级的 是你这样说吗? 看着我吗? 我不敢说 看着你右手 对不起 你不要妨礙着镜头 你这个快灯光组 非常好 很好吃啊 你老母 右手不要玩 好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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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返香港两名的脱星 和一名男子共同前往酒店爆房 表示希望共演三批的成人影片 在对方应若出现之后 两位的脱星 在过程之中 多番欺凌该名男子 包括鞭打 和强迫对方亲吻自己鞋底 并且将过程放在网络上进行直播 最终 事件与警方上门逮捕两名女子作结 在事件爆发之后 网络上不同的说法都有 但我认为里面很多的讨论 并没有好好地讨论到事情核心 所以今天我希望提出几个值得讨论的点 希望可以让各位思考得更加多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二次元解密 我是Sigma 今天我们来讲下女性主义 今天我们来讲下女性主义 和直播的内容推断 我们可以见到他们是非常清楚了解自己的行径 是因为对方的性欲而去玩玩弄对方 而其实这一点就违反了在女权主义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来到性解放的21世纪 人对性的探求是不应该被污名化 被惩罚甚至是羞辱的 这一个是女权主义里面最重要的论述之一 而这一个也是这些卖色情相的女性 最好常用来辩护自己的方式 而我们也可以在其中一位脱星的IG里面 见到相关的文章 包括很多的性别研究概念 性自主性暴力等等的term 而按照女权主义的说法 我们是不应该进行所谓的slut shaming 因为对方违反性别传统对于性的期待 而对他进行羞辱的 女权主义跟我们讲 弱炮穿得性感拿路或者对性有需求 是不应该成为人被羞辱的原因 性解放鼓励我们尽量 以客观理性的角度去看待性器官和看待性欲 当中包括很多性知识都包含在性解放里面 或者就我个人来讲 并不一定的100%完全同意这种价值观 但作为公民社会的一份子 我是绝对尊重不同的想法 只要抱持这种价值观的人 可以言行合一 我就不会多讲些什么 所谓君子和而不同 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和火花 理念之间的碰撞和辩论 本来就是现代公民社会 最重要的魅力之一来 但是我唯一接受不了的 就是嫌疑代人欢以略己的双重标准 如果在量度自己的时候 用宽松的标准进行检视 但对待他人 就用严谨的法则进行批判 这种双重标准 在我看上来是最反智的 讲回今次的事件 事件当中的男性 就正正是性别黑板印象里面 那些缺乏性爱经验 甚至是从未目睹异性裸体的中年男士 因为对于异性身材的想象而负弱 而这两位贩卖性感的脱星 就借着自己的性优势 在拍摄过程里面 多番羞辱和鞭打这位男性 并且在网络上公开直播 美其名为SM 如果各位记得前排 MK妹牛丸的事件呢 我认为两者虽然在学历和教育程度上有着差别 但是本质上就相当接近 两件事事实上都是欺凌 你喜欢欺凌啊 你喜欢欺凌啊 这些好像很过气 很努力啊 你不喜欢暴力吗 你不喜欢暴力吗 不是我喜欢这样 讲到欺凌这个题材 我想就不是每个人都有幸运体验这个经历 而好幸运的 我以前是曾经体验过 所以我想我可以在这个角度切入 去分享我一些个人的想法 我在中学时期可以说是一个怪胎 做过都很奇怪的事 也因为这样体验过很多的欺凌优惠套餐 虽然当时的中学已经算是相当不错 所以怎么说其实也不会太过分 但是被人偷文具啊 抢走个人物品等等这些可以说是基本的 由于在这里我不是打算把自己小时候的同学拿出来批判 而我也不是什么道德摩人 小朋友做错事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深究实际做那些什么了 但我想要表达的是我可以理解被欺凌者的心态 和那种没有人打算帮助自己的绝望 以今次这件案例来说 两位相当出名的脱星葵同男伴 在酒店里面和这位男士进行十方 无论是在现场的人数 还是网络声量上都是毫无疑问占据主导 而相比之下 很明显那位男士都是处于弱势 两边的强弱姿势可以说是相当明显 仲观整件事 两位脱星的行为就好像是封建时代的保守派 因为异性对于性的好奇和性需求 就藉着自己的优势对对方进行slutshaming 这些行为实在与女权主义者 希望打到的负权体制相当接近 这个行径可以说是自打嘴巴 不过这些都不是新闻来的 偽女权主义者以女权主义作为保护傘 讲一套做一套一早就不是什么新闻 这些偽女权主义者高举政治正确的大旗 而正词严地对其他人进行道德审判 但实际上其身不正 甚至是智商矛盾的例子 可以说是不声媒举 近年来出名的例子 莫过于女性主义者 Ember Hurd控诉前夫 Johnny Depp家暴 导致她声名掃地 甚至失去了Pirots of the Caribbean入面 Captain Jack Sparrow这个角色 而亦因此 无数媒体口珠不伐 将这个男人素造成魔鬼 而勇敢指证前夫的Ember Hurd 一时风头无量 成为一个勇敢反抗父权体制的新时代女性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被公开 我们又再一次看到这位 女权主义者的真面目 原来当初声称被家暴的Johnny Depp 才是遭受家暴那一位 而假扮成被害者的Ember Hurd 才是真正家暴那一位 她的标炳战绩 包括嘔打 切断Johnny Depp的手指 出轨外遇玩3P 甚至特意在床上大便等等这些行为 女权主义被这种人所代理 或者将这种人包装成为icon 可说是不堪日目 到底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的 偽女性主义者 是不是真的对于父权体制 或者是女性的现状感到不满呢 还是只是借女性主义过桥 来发泄自己的欺凌欲望呢 请问嘔打前夫 出轨3P 或者在床上赖屎等等的这些行为 以及偽装成为受害者 去误猎前夫家暴 对抗的是哪一种的父权体制呢 而在网络直播公审有性需求的异性 并且在之后所谓的道歉文里面 不断地嘲笑对方的身材 外貌甚至是智商 又是哪一种性解放的进步价值呢 嘲笑对方的外貌身材甚至是智商 是不是代表着如果对方的外貌身材比较好 那就不会被你嘲笑呢 这种行为背后也是传递中怎样的价值观呢 或者我们可以在其中一位脱星的IG post里面 见到类似的解释 在这篇文章里面对方的价值观可以说是展露无为的 人要先充拳才有自主可言 而自主与否不是非黑色白是程度的问题 这里对方所讲的充拳呢 指的是包括但是不限于社经地位的提升 换句话说这里的价值观 和一般奋法向上的打工仔是没什么差别 即是不顾一切地以提升社经地位作为优先 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位脱星虽然时尚以身体自主 等等的投行为自己辩护 但实际上对方最核心的价值观 在于充拳的权也就是赤裸裸的重林法侧 女性主义、女权、身体自主权和性解放等等的名目 只是用来涂脂抹粉的身外之物 只有这个所谓的权才是对方真正核心想要的事物 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做出一些在外人看上来的双重标准的行为 因为他们心目中并没有真正的道德底线 只要有利可逃,转换立场并不是什么难事 在这里我们只要引用对方在几个月前的一篇文章 就可以凸显出这种荒谬 按照对方的说法,性暴力的真正原因是在于权力的不对等 男女被骗下个人资料 生怕不听话要负担更严重的后果 孤立无缓,唯有就范,尸暴者,享受操纵受害人 由权力之中获得优越感和快感 不单是享受性和发泄,更加是享受游蓝弱者 哼,你打这篇东西不笑那一刻好惹 能够快速地由同情弱者关注性暴力的角色,召唤去尸暴者 证明对方主张的价值观,很有可能 只有为他争取道德光环和网络资本 也就是网络关注度而考立的名目 而按照这个行为逻辑,为网络资本或为出名 而去将自己施暴的行为公诸于世 来去赚取关注度和流量 亦同样相当合理 这种人,我们不应该以女性主义者或女权主义者来定义 我想对方也不会喜欢这个称号,而且一点都不贴切 真正追求性别平权的真女性主义者的价值观或不受欢迎 但他们至少是有信念的 就算可能我私底下会怎样笑他们也好 就正如我在片开始所讲,君子和而不同 如果对方可以言行合一,我是会比予尊重的 但伪女权主义者,为权而来,为你而去,甚至输打赢要 我认为就将这班人专称投机主义者更加贴切 这种行为是投机主义,不是女性主义 其实今次这件事,引申出的还有私营正义等问题 就是由于影片的篇幅所限,我们没办法详细讨论 喜欢这条影片的话记得subscribe 我们下期的影片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